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人尽人爱 花尽花开 车尽车胞胎的三眼美食 把鸡蛋放到这个矿泉水瓶里 解决了大家困扰的一个难题 又实用又省情 大家都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这鸡蛋呢 它很脆弱 磕点碰点就容易碎啦 你们有谁知道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 到底是新有蛋还是新有鸡呢 知道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矿泉水瓶的几个食用妙用 首先呢 打开这个瓶盖 我们把这个矿泉水瓶对半给它割开 这一步要小心一点 慢一点 但是不用割到瓶底这里 瓶口要割开 这个瓶口很硬 我们用一把锋利的这个锦刀 给它对准的割过来就可以了 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先紧这个瓶口下来去 继续用一把锋利的这个小刀给它 对准的把它割开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火鸡沿着这个冰原给它炭一下 这样这个冰原就不锋利了 炭一下呢 以免伤到我们的手 全部过一下就可以了 烧的太久的话 这个矿泉水瓶就融了 就也是不好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它的厉害妙用吧 没有用以收纳洗漱用品 平时我们出行旅游或者是出差都会带上一些自己的洗漱用品 那么我们可以像这样把这个毛巾呢给张开 然后把这个牙刷和牙膏呢放在这个冰角这里 我们把它给卷起来 卷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们把酥子放上去 然后折叠剩余的这里 再一起卷起来 把牙膏牙刷和酥子卷到毛巾里边 然后呢 拿出矿泉水瓶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矿泉水瓶里 就像这样 拿着盖子一扭 我们这样出弦携带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啊 妙用二 收纳刀具 特别是像我们家中有小孩的 这些刀具放不好的话 怕小孩呢 拿来玩 容易搞伤自己 我们呢 也可以把它放到这个矿泉水瓶中 然后再把盖子一扭 这样放在家中既安全 又很容易找到 非常的实用又方便 妙用三 收纳工具 我们可以将一些常用的这些小型工具 把它们装到这个碗泉水瓶中 这样给它装起来 再把盖子一扭 这样出去作业 携带也是非常的方便 放在家中呢 它又是一个小的工具箱 很容易找到工具 或者是放到汽车后备箱 它是一个出行必备的跑班手 这个非常的不错 妙用四 鸡蛋呢 很容易破碎 如果我们出行要携带鸡蛋的话 我们可以把鸡蛋一个一个的放到这个 宽泉水瓶中 就像这样 然后呢 再把盖子一扭 这样出行鞋带鸡蛋它不易碎 它可以保护鸡蛋 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挤压 碰伤 鞋带起来呢 非常的方便 要是鞋带的数量多的鸡蛋的话 用同样的方法把它们装到 大型的宽泉水瓶 或者是油头中去就可以啦 现在你知道 把鸡蛋放到宽泉水瓶中的 厉害了吧 以上呢 就是四个 宽泉水瓶的实用妙用啦 除此之外 你还知道 它还有哪些实用妙用呢 我们要学会利用身边的废弃资源 变废为宝 这也是一个省钱的好方法 学会的朋友就赶快利用起来吧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 关注 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